我国航权又有斩获 土耳其航空宣布将从3月底起 正式直飞台北飞伊斯坦堡 预计这条航线开通后 每年到土耳其观光的台湾旅客 将倍增到10万人 土耳其位处欧亚交界 曾历经拜占庭等古文明的洗礼 丰富多元的历史文化 美食以及便利的交通 都是旅人爱造访土耳其的重要原因 目前台湾飞往伊斯坦堡 必须在香港 新加坡等地转机 单程花费大约14到16个小时 直汗后 只要10到12个小时 你可以参加伊斯坦堡 我说的 这是一位最古老的城市 有古老和新的 有传统和 modern 有伊斯坦堡 有基督堡 还有阿加索菲 这是一位最印象的建筑 有好食物 很便宜 有好食物 土耳其近年拓展与中东 中亚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过去五年已经在非洲 设立大约20个大使馆 台湾与土耳其洛西手合作 将可帮助台湾企业 拓展到中东 中亚和非洲市场 台土开通航线后 不仅可以促进双边的观光 对经贸往来也益助良多 装设记者陈嘉瑜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